那么你说你点火 你又不用分析发动机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去管它 别到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画一个用力图 你说画到这一层了 但实际上这一层 可能就拿其中一个请购处理来说 你还可以画的特别特别细 那么那个就是我们认为 是我们的海平面以下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不画它 不画它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 找我们的蓝色的海平面 就是主执行者 努力使工作完成的目标 使用户系统的目标 使用户使用的时候 比较系统这样的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完成之后 主执行者会高兴的离开 那怎么找这个海平面呢 这点很讨厌 老外很喜欢打这种形象的比方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 怎么能找准那个海平面 后来我做了一点点总结 做了一个总结 又采用两两个方法 第一我称为反向解释法 就是你画出了一个图之后 这个图 你画出来了之后 你不确定它的这个层次 到底是粗了还是细了 你把它再翻译成 再翻译成我们自然语言 去感受一下 就你先画 特别刚开始找不准的时候 先去画 反正就是一层包一层包的 这样套下来 套到最后 最下面的我们就是一个用力图 对于你的那个包和最下面 这个用力图 如果感受不清楚的话 你就把它反向翻译成 我们自然语言 去感受一下 就拿这里来说 OK 我认为常规采购 就常规采购有什么情况呢 请先请购 请购完了询价处理 然后询价处理完了 订单处理 订单处理完了 采购付款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常规采购的过程 也有可能你在问客户的时候 你会怎么考虑 这个还要不要细呢 比方说 你把询价处理又细化了一层 然后你在这里 你不用这个了 你用一个包来代替这个询价处理 用它代替它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认为它还可以在西瓜 那你就会怎样做 我就会这样子来翻译 请购处理 然后询价处理 先由小A去询问小B 小B又去询问了我们的这个供应商 供应商说 价格比较高 那我们又怎么样 价格比较低又怎么样 那么最后我们才决定 是不是要去填写这样的一个询价单 那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把它画这个用力里头 你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这样子 你把它这样子一翻翻译 力度一高一点 或者细一点 你是不是就能感觉到他们这个差异 然后你去感受它 能理解吧 好 这是一个成为反向解释法 第二 成为上下法 就是你搞不清楚这个力度的时候 搞不清楚这个粗性的时候 你就给它粗一层 或者细一层 你来感受一下 像我们刚刚那样 刚刚那个也把这个方法给用到 就上升一层 或者细一层 举例子 商品采购 商品采购 如果我们下面不讲这些包 或者商品管理的时候 我不讲这些包 我就直接用用力给它画下来 这是一种感受 第二种就是 我把它变成这个用力 我又是一种感受 第三种就是 我把里头最细的每一个用力 再给它再加一层 这又是一种感受 然后把三种感受 给它做一个对比 最后去考虑 你的哪一种比较 这是层次的一个关系 层次的一个关系 再次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分析的一个三轴线 分别是X轴 Y轴 和Z轴 那么这个三轴线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看这个系统 这个HR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还记得吗 当时我师傅还放了一段视频 对吧 那么基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拿到的客户的原始需求 是个什么样子 你看这个模板 跟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模板差不多 这是功能描述 项目概述 需求如下 包括了人事大案管理 人事大案管理里面又有七个小模块 还有提醒 还有报表模 还有导入导出功能 这样的四个大模块 加人事大案管理里面有七个小模块 提醒里头又有几个小模块 看到没有 报表里头有两个小模块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介绍就非常细了 介绍就非常细了 那么在这些内容里面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需求给它分分类呢 就是有没有什么分类的这种方式 或者我们成为抽象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需求放置四海而接准呢 在这里我还大致的真的就找到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样的一个四页的文档 我们怎么把它变成UML的 我先分业务功能和系统需求 系统需求就包括了一些公用的需求 以及我们的一些非功能性的需求 那么我们看一下用有业务功能 有这样几个业务功能 包括人事档案管理提醒 报表和导入导出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四个模块 对吧 那这怎么还有两个模块呢 但这个在我们的那个WAR的文档里没有 好 而且这每个模块之前 我都给它编了一个号 什么XYZ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称为的三轴线 什么意思呢 档蒂建的这个三轴线模型是这样子的 我们想象一下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里面又有一些模块 那些子模块里面可能还会有子模块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数量结构 这个功能模块就是我们的数量结构 对不对 好 而且他们彼此是不是相对独立的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的外轴 它是不是一个纵向 所以是外轴了 外轴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相对独立 什么叫独立呢 就是跟其他的 它里面的这些跟其他的模块的 直接依赖关系不大 也就是别人是不太 西断 不大依赖你这几个模块的 这就是我们的外轴 相对独立的功能需求 X 各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功能模块 它是各个模块都要去依赖它的 也就是说它是贯穿其他模块的 那么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横向的 我们看这个横形象 对不对 举例全线教验 是不是贯穿我们各个模块 能理解吧 做一个全线教验系统 然后每个可能每个操作都要用到你 那么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横向 X 也就是说X是什么呢 是被依赖的 被依赖的 功能模块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非功能模块 Z 非功能 非功能需求 比方说安全性 健壮性 稳定性 软定性也属于健壮性 还有压力 承载能力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性能 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功能 非功能的需求 所以这样子来看 我就可以把 你比方我这要求 必须要单点登录 必须要单点登录 这些非功能性的需求 及额外的其他的要求 我们就放在Z Z走 这样子 我们把我们的需求用力 分一个类 将来D 方便管理 第二 我们将来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会有区别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轴线 我们对它们的一个定义 Y 就是 是相对独立的 纵向的功能性 功能需求 X 被别的模块 依赖的 横向的功能需求 Z 非功能需求 及 其他 OK 这就是我们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三轴线模型 这里头 你看我们又学了一个概念 那么 这个三轴线模型 在我们这辆里演示 你比方说我们人事档案管理 它就是一个外轴的 里面有人员的基本信息管理 人员的合同信息管理 证书管理 培训管理 奖励管理 变动 及年修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明确的这样一个纵向的模块 对不对 能感受吗 感受一下 那么像这个什么提醒系统 提醒系统就涵盖到各种各样的提醒 那么这个模块就是横向的 可能我各个操作完了都有这样一个提醒 都会用到它 所以这种模块是依赖于别 会被别的系统所依赖的这样一些模块 还有我们的报表也是 还有Excel的这些导导出 就是相对的更 更横向一点的进行功能 这个大家去好好去体会一下这个纵向和横向 这个认质跟我们的功能是没有需求 没有关系的 我们每一步操作都会产生一个认质 就像我们安卓那个认质系统一样 单点登录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XYZ的这个三轴线模型 能理解吗 看有什么问题 OK 好 那我们下面把这些该介绍的普通的 该介绍的这样的迭代需求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内容 和我们的原则给大家介绍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细化我们的四要素 也就是我们迭代需求的四个步骤 其实是有八个步骤了 因为每个步骤都包含了我们的需求 分析和设计的这两个步骤 这两个步骤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我了 说 桑迪 那我们的这个需求有必要什么 先做一下需求 还要再做个需求设计吗 实际上非常有必要 因为什么呢 我们从客户那里拿来的需求 是多样化 而且杂乱无章的 因为我以前见过很多人做需求 他怎么做的 一到客户那里 一到客户那里 老板给他安排任务 做个需求 一到客户那里就说 你们都报表给我打印一发 我带走 一般做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知道问什么 他说你报表打印一发 我带走 我会去设计设计库 对不对吗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好 你们都报表给我打印一发 我带走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拿回来的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这个不是给我们后面设计用的 为什么呢 紧紧的记住 我做需求 我就是什么 客户与我们设计的 也就是架构师的 之间的这样一个桥梁 那么你拿给架构师的东西 你可不要是那种原始的东西 这个要记住 不然不方便设计 即便那个架构师就是你 都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把角色给他考虑清楚 第二 我们做需求的时候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切记切记 我把它写上吧 在我们这个步骤过程中 要记住了一些东西 第一 需求是连接 客户和设计的桥梁 那么客户是不专业的 设计又是专业的 所以要求我们的需求人员 是既会沟通 而又同时又是专业的 在技术上 第二 需求是需要有个分析设计过程的 不要直接给设计原始需求 记住啊 这有个词叫原始需求 很多时候我们除了直接拿报表 是原始需求 还有什么是原始需求 你到客户那带一个录音笔去录音 这也是原始需求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不坏 不坏 但你回去要整理啊 还有 你当时在客户那里去记录了东西 你是不是会记到一个小本里啊 这个小本的字 万一只有你自己才看得懂的 对不对 谁知道你写的楷书还是草书 还有你这些小本 万一你当时记的时候 你那些思维都是跳跃的 可即便你写的正牌 可能也只有你看得懂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回去整理和设计的这样一个过程 第三 需求的时候 你技术再好 这个我就不行 就你技术再好 不要去想设计 这个我们程序员最容易办的了 客户说一句 我在这里的话 我想加入一个仓库的管理 你在心里在想 仓库表 它的外件是什么样子 它的主件是什么样子 OK各位这样很要不得 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需求做出来 就成了数据库设计了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 实际上就是要不得的 你要刻意的把它分开来 你做需求的时候 你是要连接设计 但是不需要你在那边做需求边设计 当然有经验的人可以边去 就边听到需求 我就边去评估这个设计的难度 或者设计点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写到你的需求报告里去 第四 需求的时候 功能对象 要和界面对象分开来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比方说就拿淘宝来说 相机不打开 太慢了 淘宝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至少会有一张商品表 那么我们每次在界面操作完了之后 是不是有个商品列表 对吧 那么那个商品列表 它列出的这个商品的属性 猜一下 是不是我们商品表里面全部属性 肯定不是 对不对 好 因此我们每次执行了淘宝的商品的搜索 显示出来的那个商品对象 它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商品列表的界面对象 就你要把这个功能分开来 所以 它可不是什么 我们商品的 就它可不是我们什么商品对象 这个要分开来 它是界面呈现对象 对不对 因为同样是一个商品对象 我可能会对应五六个界面呈现对象 再举个例子 我们有的时候淘宝在左边 是不是会有一个什么我最近浏览的商品信息 那又是个商品对象 但是显示的 那个属性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它不是商品对象吗 或者你说它是要另外建商表吗 那可也不一定 所以实际上 还有什么最热的前十商品信息 对不对 这每一个其实 它都是商品对象 那你倒是就迷了 反正很多人就简简单单的 在做需求的时候 就是这 这就是商品对象 最后他把这个所有地方都列成商品对象 在做设计的时候 别人就晕了 不知道该怎么设计了 然后就干脆所有的地方 都把所有字段都列出来算了 那么这就是你的需求做的不到位 这些常见的 这些地方 大家考虑清楚 基于第四个元 第四个点 所以呢 我们在做功能需求的时候 闭上眼睛 即便你已经有界面了 也不要去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